伤央之死怪不得别人 第七,地处西北的秦国慢慢的一家作大,成为天下秦阳的后起之秀,秦国之所以能快速强大,与他的改革变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,这其中离不开的一个主导人物就是商鞅,商鞅通过变法辅助秦孝公,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,为后来秦的一统天下,奠定了物质基础。 但是,由于变法要涉及到许多人的既得利益,所以秦孝公死后,秦贵王秦孝公的太子嬴四一即位,商鞅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 此前受到商鞅伤害的公子钱等人告发商鞅遇返,秦贵王下令逮捕商鞅,商鞅逃回封义商发动兵变,结果商鞅兵断身亡,其师身被带回咸阳,被秦贵王下令处以车列示众。 秦贵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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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却归伤秧,虽然与公子钱等人的告发有关,但是,更主要的原因,他也是在公报私仇,迎四位太子时,一度触犯了禁条。 当时正值有人反对新法,法令行不通,商鞅就借机杀鸡井侯,他给秦孝公建议,国君果真要实行法治,就要先从太子开始。 太子不能受莫行,就用莫行处罚他的师父,所谓的莫行,就是在犯人的脸上或头上刺字或图案,再染上莫,作为受刑人的标志,莫行对犯人的身体状况实际影响不大,但脸上的刺情会令犯人失去尊严,俗话说,打狗还得看住人,商鞅却不这样,不把自己当外卫, 对于秦国未来的当家人也不留一点情面,结果是给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,在商鞅的主导下,秦国先后两次实行以费景天,开前幕,实行俊宪制,奖励耕之和战斗,实行联络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,商鞅变法的主要思路是,国家要想强盛,必须让百姓始终保持贫困, 商鞅变法的正面意义是被历史肯定的,但是,商鞅的变法理念,中有这样两条,一是人人互相监视互相告密,国家才会强盛,二是必须若民与民,国家才能强盛, 这两条无论是放在今天,还是放在2000年前,都是不得人心的,商鞅被人告发后,逃亡至边关,遇投诉旅店,但是店家见他未带凭证,因为他执政时期,为了控制民众,就实行了身份证制度,无论者不可收留, 否则店家连作,告以商君执法,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,这是商鞅自己给自己挖的坑,想不跳也不行的,成语落法自毙,急远于此,使记商君列传,商君王治官下,欲舍客舍,客人不知其事商君也, 曰,商君执法,舍人无厌者,作之,商君溃然叹曰,接护,为了法治必医治此灾,后来,商鞅想到魏国去寻求庇护,但魏国因他曾生勤公子养,拒绝他入境,无奈之下才逃回封义做最后一捕,结果,仍难逃一死,图片来自网络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